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互相支援的模式需要做出改变 学民思潮的骨干成员在记者会上发表解散感言 并由学民思潮召集人王之锋带领下鞠躬向全香港支持学民思潮的市民致谢 好坦白地说 其实这个停止运作的决定都是学民思潮讨论了很久 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的一个决定 但是对我来说 对我们一帮学民思潮的同学来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在情感上去决定学民思潮何去何从 而是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和判断 究竟香港未来是需要怎样的政治组织 学民思潮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将会把学民思潮成立以来所得到的捐款 博给即将成立的新学生组织 做创会和运作经费 以及学民思潮法律援助基金 做日后支援所有学民思潮成员曾经在参与该组织的行动后 所面临的官司等法律费用 今天虽然学民思潮宣布停止运作 但是不代表我们会在未来的公民社会和家球里缺席 未来我们的成员是会用各种的身份去继承那份的学运精神 包括在4月的时候去成立参政团体 和在未来赴年里面去成立新的学生组织 学民思潮召集人王之锋表示 他和部分学民思潮成员即将会在4月中旬成立政党 而学民思潮发言人王止月将会是新学生组织的核心成员 王止月在记者会上表示 新的学生组织将会集中在教育一体上 希望能进入校园进行中学生的教育和组织 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